那好,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法拉的进阶实战搜索模块的开发 在搜索模块的开发中呢 首先我会带大家实现一个顶部的这样的一个搜索的一个色七八 这个色七八呢 当里面没有内容的时候 右边显示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话筒的一个按钮 然后呢,当有内容的时候显示的是一个X 这个X呢,点击它可以清空我们的输入的内容 然后呢,左边呢,是一个搜索的一个图标 然后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圆角的一个背景 另外呢,它的右边是这样的一个搜索的,带搜索的一个按钮 这是在我们的搜索这样的一个类型下显示的我们这个搜索框 那么在首页下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搜索框 所以说我们这个搜索框有两种样式 一种是这样的样式,还有一种是这样的样式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现一样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现一个这样的搜索框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自定义组件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搜索框 首先呢,我们在文字塔目录下 我们来创建一个478Vit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将它改为478 因为呢,不同意我们之前创建的其他的那个自定义组件 因为我们这个478是有状态的 另外呢,它需要和用户进行交互啊 所以说啊,这里啊,我们再让它继承state-less啊,就不太合适了啊 这里呢,我们需要呢,继承我们state-for-vgit 继承state-for-vgit之后啊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 需要重写啊,它的create-state 然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个state-state的 state 然后呢,它继承state 范 invece啊,我们就成我们478 接下来。在里面啊,我们再实现它的这个Build的方法 然后呢,这里我们就可以改为我们呢 478 fact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自定义组件 所需要接受的一些参数 根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4G48它有两种类型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个type类型 另外它有一个清楚的按钮 也就是清楚的一个回调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文字变化式的一个回调 另外以及我们语音按钮 点击的一个回调 另外还有一个默认的文案 还有是否隐藏我们左边的 这样的一个icon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这些参数 然后我们实现这些参数的勾动方法 勾动方法里面添加这些参数 我们这个色系type是什么的 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枚举 这个枚举里面我们有三种类型 一个是首页状态下的一个 我们的色系吧 长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然后还是首页状态下的一个 高亮的一个色系吧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还有我们的搜索状态下的一个色系吧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所以说它有三种类型的一个色系吧 另外有一个enable是否禁止搜索 以及左边的这个按钮是否隐藏 以及我们默认的一个提示文案 这里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它有一个默认的提示文案 这个默认的提示文案 和我们默认的这个文字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时候我们得画test 这个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提示文案 以及左边按钮的点击回调 右边按钮的点击回调 还有我们语音按钮的点击回调 还有我们的输入框的一个click 以及我们内容变化的一个回调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我们这个state test的里面 我们需要用到test field 所以说在test field 我们需要给它设计这个control 这个control我们就用一个test filter added controller 通过这个control我们可以动态的获取 我们搜索输入框的 它里面的文字的变化 另外是否显示我们这个组件 是有状态的 这里是否显示我们这个click按钮 我们通过自定义这样的一个 自定义这样的一个编练 来表示是否显示这样的一个click按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重写我们这个方法的 我们这个led init的方法 然后我们调用super 在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我们这个vgit 它的defaulttest不等于空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set state 然后我们改变我们control的test 然后用什么呢 用vgit test复制给它 defaulttest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作用是我们在语言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用户说了一段话 然后这个时候会跳到我们的输入 会跳到我们的搜索页 搜索页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个文字 给它带上去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vgit test 来设计这个默认的一个文字 接下来我们就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build里面 来根据当前输入框的不同样式 也就是说我们搜索的 色系法的不同的一个枚举类型 然后设计它的不同的样式 我们首先判断如果它不是normal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方法 我们这个方法我们给它起名为 进normal search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否则的话我们给它起一个方法名 我们叫进行search pomo search 然后这两个方法我们来实现一下 还有我们下面这个方法 我们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normal search 首先看一下我们normal search 长的样子 我们的normal search是这种样式的 然后它选中状态下 也就是获取光标里面有文字的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冲进一下我们的normal search 它的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return一个container 然后我们里面设置一个chared chared里面我们设置一个road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road 是因为我们的输入框 它左边是一个反弯按钮 右边是一个搜索按钮 中间是输入框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road方式进行排列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实现我们搜索框的左边的部分 左边的部分 在我们搜索的打开的页面 它左边是有个反弯按钮的 但是在我们首页搜索的时候 它是左边是没有反弯按钮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根据它左边的 是否隐藏左边的left 这个属性我们来动态的进行判断 在这里我们需要放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有点击时间的 所以说为了方便解析 我们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就是提供它来包裹我们的chared 然后让chared有个callback回调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rub type 然后里面我们给它放一个具体的内容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放一个container 然后container里面 我们判断这个vg它 它里面的head left它存不存在 我们给它设个默认值 然后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们给它作为一个no 然后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们设个icon 这个icon我们就给它用我们材料设计里面的 这个array 带可iOS 然后我们给它设个颜色 color的话 我们就colors gray好了 然后我们再设个大小 接下来我们再来设计它的另外一个参数 另外一个参数 我们给它设置成我们的vidget 然后是我们left的parting click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中间的部分 我们中间显示一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 我们让它能够自适应我们的宽度 所以说我们这里用一个incanda 然后flex我们设为1 然后chared 我们一会儿我们实现一个input focus 这样一个方法来生成我们的输入框 我们先放这里一会儿再来实现 然后它右边是什么 它右边是这样的一个搜索按钮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右边的搜索按钮 这个搜索按钮和我们左边的实现形式几乎相当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刚才定义的rubtype 然后里面放container 然后设置它的编具 然后再设置它搜索的一个图案 然后以及它的右边按钮的点击一个回调 这样一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实现一下我们的input box 也就是我们的输入框 也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部分 它包括一个底部的一个背景图 还有一个圆角 左边的一个icon 还有右边的一个输入框 还有右边的一个语言的按钮 然后当有内容的时候 还有一个关闭的一个按钮 好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需要设置它的颜色 它这个什么颜色 也就是我们输入框的颜色 我们输入框的颜色 我们首先给它起名为ifold box color 然后如果我们是首页状态下 我们这个枚举类型 我们搜索类型是首页状态下 我们输入框的颜色 我们可以设为白色 它的一个背景色我们设为白色 然后否则的情况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通过color 然后通过int pass我们来解析一下它 这样一个颜色我们便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返回一个container 其他用的放什么 我们放个row 然后里面的话 我们左边是一个图标 搜索的图标 然后我们放一个icon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icons 它的色域这个图标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大小我们设为20 然后颜色我们这个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是根据它的一个色系type 如果它是什么 色系type如果是normal的话 我们给它设为什么呢 我们给它设一个color的颜色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给它设置成这样的一个蓝色 这是我们的左边的icon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它中间的这一部分 中间的这一部分 是我们的tetherfield输入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它宽度自适应 然后我们给它设个chared chared的话我们也需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什么 是哪种类型的 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话 是normal的话 我们设个testfield testfield里面 我们刚才为它创建了一个control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这里给它创建了control了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需要指定它这个control了 然后我们为它设置一个on on清记的 也就是监听它的一个内容的变化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on清记的方法 on清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 我们实现一个on清记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on清的方法的一个实现 我们on清记的方法 这里它会接受一个test 然后当我们的test它的长度大于0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框里面有内容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会显示这样的一个clear按钮 如果它里面没内容的话 我们显示这样的一个语音的按钮 这里我们通过控制收clear这个变量来完成 另外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输入框 它外界所传过来的on清记 翻个写回的函数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会及时的回调外面的回调函数 然后告诉我们当天输入框内容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是否自动对焦 自动获取焦点 我们这里设为tru 然后我们给它设个样式 我们输入框的样式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然后如果不知道怎么设置 也可以参考老师这种设置方式 其实它的输入框的样式 也就是它文本的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这个表达师 如果是normal的话 我们显示这样的一个test field 如果不是normal的话 也就是我们首页的状态的话 我们给它做个什么 我们给它做个rap 然后里面我们放一个chared 我们里面放一个chared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放个container container里面我们放一个test 这个test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首页状态下 我们默认显示的这样一道文案 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假的输入框 在首页状态下 这个输入框是不可点的 只是展示了一个label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给它设一个test 然后是我们的vigit的default test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的话 我们给它设个13的大小 然后给它设个gred灰色 接下来我们给它设个回调 这个回调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vigit 它的input box click 来作为它一个回调 然后我们需要设计一下我们的输入框的一个样式 这个输入框的样式 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输入框的样式 这个样式不是我们文字的样式 是我们输入框它的一个背景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样式 另外为输入框设置一个样式的时候 它允许我们设置一个decreation装饰器 然后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input的decreation 和类型的装饰器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它的内容的一个pending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框内容的一个pending 然后pending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左边的是5 然后右边是5这样的一个 然后我们给它不是border 然后headtest 我们如果有headtest的话 我们就设置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设置一个空 然后headtest的样式的话 文字大小的话 我们给它设置了剩15 这个里面比如说网红打卡 它的文字大小就是15 OK以上便是我们本营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内容 这节课我们自定义了我们的首页的一个 这节课我们自定义了我们的一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也是我们478 这个478我们在这里定义了我们478所接受的一些参数 也设置它的一些回调 我们这个478有几种类型 有这几种类型 然后我们根据它不同类型 在这里我们生成它不同的一些样式 大家先不要急着运行我们这节课的代码 在下一节课里面 我们会再完善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代码 然后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运行 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效果 OK以上便是我们本营的主要内容 大家在学集 大家在学集这些课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课程中的右边上进行留言 我跟大家留言之后 回答经理及时的辅导 还是论会